是陆琪老师 欢迎 来 看看今天第一队求助嘉宾 他们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请看 接红21年来 我一直在付出 他连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 20年的夫妻了 哪有那么多甜言蜜语 我出去找工作 他不高兴 我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他也不愿意 我难道就不能有自己的生活吗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宋先生 宋先生45岁来自河北私营业主 田女士43岁来自河北销售 欢迎老妹 您这衣服有特点 对 这都我自己做的 裙子是咱们那个 就是汉服明制的马面裙 上面就是一个上凹 披肩没有按形制做 就是我想让它日常一点 您现在喜欢这个是吧 对 怎么了 我觉得我们结婚这20多年吧 我一直兴兴业业的付出的太多了 然后我干什么他都不同意 干什么他都不支持 因为我们干的是旅馆 我想着我们那块把旅馆也趋于饱和了 然后我就想着现在这个汉服嘛 有好多年轻人都喜欢着 包括年轻人 其实我这年龄我也喜欢啊 我就想着把那个店转出去 然后做一个服装店以汉服为主 您不同意 我不同意 你有什么资格 你把这店转上去 我怎么就没有资格啊 我经营十多年的店 你一下子转上去 这是我大半辈子的心血 你有什么资格转上去 你这个店你管过什么呀 还不是都是我经营的吗 那我不在外边给你铺好这路子 你怎么干啊 那你把营业执照放这 他能给你挣钱吗 还不是我慢慢慢慢一点一点干的吗 那我这一天天给你把路子铺好 不是 您铺的什么路啊 咱们说具体点 就是办执照啊 营业执照就办一次不就得了吗 该报账的时候 对 他就觉得是这个店什么证件什么 我都给你弄好了 你不就在家看看店吗 一直到预产期的时候 我还在店里干 而且像我们在大学城边上开的店嘛 一考的时候特别忙 我那时候就怀孕 就最忙的时候三天两夜都没有睡 那你干嘛呢 这不把路子给你铺好了吗 不不不不 你路子铺好了 你日常不管的 那他怀孕的时候都快生产了 预产期都快到了 那几天您在干嘛呀 我有别的生意 您啥生意啊 又开个饭店 那老婆要生孩子呢 那饭店的生意丢个两天也不咋呀 为啥你不去帮忙呢 那个我没有时间 你时间干嘛去了 他就是这样 这店里他就觉得 我都给你弄好了 你就在这守着 当时我怀孕那会儿 我本身就是人生反应特别厉害 吃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好 我记得是快到预产期了 就是本来我是身体就有一点水肿 但是那时候经济压力比较大嘛 因为我们开那个店的时候都是贷款 也属于白手起降 基本上就是前台那个生这个孩子以后 我身体不好 然后做这个手术 就是作为一个女人来说 出门人母 然后孩子就看了一眼 就再也没了 我就是本身也腰疼 然后又爱胀肚子 心情也不好 然后人家就是 没有说一句说特别暖心的话 一直就说 你这一天板着个脸 人家客人来了怎么怎么着 那可不是吗 八个半远 孩子没了 那谁能好啊心情 你心情不好 你也不得带到吧台上呀 你掉了脸的 这客人谁还住啊 你这脑子里出有点钱 你还有点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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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